从卢浮宫到社母院 从一枚小小的奥运徽章 到一块大大的LED屏幕 从一件精致的中国风服装 到奥运场馆的智慧型装备 我们在巴黎遇见中国 巴黎奥运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小新现在正在法国巴黎 今年恰逢中法建交60周年 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行走巴黎遇见中国 这里是位于巴黎奥浮宫的一家 奥运特写商品店 从备受欢迎的钥匙链 奥运水环以及吉祥物丽热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下面写的这行字 Made in China 据巴黎奥组委统计 本次奥运会有80%以上的吉祥物 都是由中国制造的 从来自浙江同乡企业的懒人沙发 到广州生产的乒乓球 再到来自河北企业的举重器材 中国制造以其工艺 环保质量等优势 在本届奥运会中再次出圈 卢浮宫作为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之一 其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和丰富的艺术收藏 也吸引了全球游客的目光 而这座建筑和中国也有着不解之缘 卢浮宫门口的玻璃金字塔入口 就是由华人设计大师贝玉明亲自设计的 1983年 贝玉明受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邀请 参与卢浮宫的翻修扩建项目 贝玉明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入口 不仅是一个功能性极强的建筑元素 更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它坚持让光线来做设计 通过玻璃金字塔将自然光引入卢浮宫内部 同时创造出一个既现代又不失古典建筑风格的入口 1988年 玻璃金字塔落成 并成为巴黎乃至世界的著名景点之一 漫步在巴黎街头 遇见中国也不是一件难事 我现在就来到了一家 充满东方韵味的中式美学买手店 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哈喽 这位就是我们店铺的主理人尚敬 尚敬你好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店铺的这些充满东方韵味的视频吗 OK像我们这边这个手链他用的就是贵州的花丝的这个技术 每一个都是当地的这个匠人一点点手工勾出来的这些手势 然后这是龙的这个鳞片 每一个鳞片都是当地的这个人 用这个手工的方式去一点点去拼接出来的 这件衣服看起来特别重视 嗯对 这个衣服的创始人 他是有一个法国人 一个西班牙女孩 还有一个中国女孩 三个人一起创立的 他们是跟30个洞族的女性一起去合作 然后全都是纯手工 纯天然的染制 然后他们每一个衣服都是用这种非常传统的这种 比如说盘扣的设计 包括他每个衣服上的标签上都会有一些小的这些贵州当地的种子 他们想的就是你把这个衣服买回家以后 可以把这个标签撕碎放在一个土壤上 然后这个土壤就会开出一些小白花 我看到他这个标签上不仅有一些小种子 然后还写了 他就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中国制造 然后是用心制造 坐落于塞纳河的一座小岛上 可以俯瞰巴黎整个历史核心区 这里是始建于12世纪的巴黎圣母院 是巴黎最具特色的历史建筑之一 2019年4月 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塔尖在一场出发的大火中被烧毁 但主体结构得以保存 在这座古迹的修复过程中 中国制造和中国智慧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前法国议会两院曾通过法案要求重建工作确保巴黎圣母院恢复原貌 2019年11月 中法双方在今签署合作文件就巴黎圣母院修复开展合作 中国专家开始参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 也将为这座历史性古迹的修复贡献中国方案 行走巴黎不仅有Made in China的中国制造 更又融合了中国科技元素的中国制造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法兰西体育馆 这也是本次巴黎奥运会的主要赛场之一 我身后的LED大屏就是来自中国的企业 为了制造浓郁的奥运氛围和吸引更多观众 今年巴黎奥运期间 巴黎各区都会通过公开的户外大屏进行现场直播 总共设置80多个巨型屏幕 当地观众能在户外实时观看赛事进程 而在法兰西体育馆 塞纳河畔等多个地点提供了2600平方米显示屏的 正是一家中国企业 除了为当地观众带来视觉盛宴外 中国企业还为主打环保与可持续理念的巴黎奥运会增添绿色元素 穿梭大街小巷的20辆纯电动旅游观光客车 让中国制造融入巴黎 从徽章到建筑 中国企业正逐步走上国际舞台 在全球瞩目下展现中国创新的魅力 从制造到创造 中国智慧引领全球风尚 以匠心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